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无法想象它的真容 不过很快 他们就在大喇叭旁边的一座陈列室里 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头鸟 这就是九头鸟喇叭 它最早是美军海军在二战中年使用的 这款应该是咱们从国民党军手里缴获的战利品 这个喇叭我在一个地方见过它 是吗 在1949年开出大典的这个波音设备当中 它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了 在天安门广场上使用 对 你看这说明它的功率的确不低 每一个是250瓦 一共九个 那是不低了 它这个传声距离有多远 三公里 三公里 咱们大灯岛距离金门岛不止三公里 在这儿恐怕还用不了 主要是在角域岛 角域离金门只有1.8公里 那它就完全够了 对 人员和装备在角域上迅速部署 迅速播音 迅速撤离 非常方便 大灯岛上的九头鸟 彻底让杨恒开了眼界 之前认知中以炮兵作战为主的精能炮战 变得越来越立体丰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